好 接下来第二组又会是谁呢 来掌声有请 我们的90后代表 两位美女给我们做个自我介绍 哈喽 大家好 每次竞赛都是我成为更好的自己 我是任一倩 24岁 来自石家庄 目前是墨尔本大学在读研究生 然后我现在的专业录取的要求是 国内本科985院校87分均分以上 才有资格申请 我当时的过去 转换过去的均分是90分 这球卓越努力全行 哈喽 大家好 我叫王云青 今年20岁 来自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现在是研究生 两位这学历都很高嘛 而且都是在读 对吧 两位是什么关系 我们当然是好朋友了 好朋友 好朋友 介绍一下你的朋友呗 我们是一个很厉害的脑力竞赛里面认识的 然后那个竞赛可谓是汇掘了 全国脑力最厉害的选手 当时我们所有选手都在一个群聊里面 而我们两个又是那个群聊里 画最多的两位 所以我们俩很快地就很熟了 这是一对画脑随皮原来的 对的 对的 然后当时在比赛中 他是从100名直接逆袭到了第4位 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然后同时我后来也了解到 他参加了世界脑力竞标赛 也是脑力界的高考 对 当时在那个比赛中 我取得的是快速伯格牌少年组亚军 人民头像少年组亚军 和随意词汇少年组季军 这三个奖项 世界脑力大赛 这一听着就让人觉得 高不可攀 身不可测 二位做过那个智商测验没有 我当时的测试成绩是152分 所以是进入了最高的等级 然后目前就是世界的稀有率是4.3% 我发现你在聊天的时候 这个眼睛好像有点光芒 对的 就是为了练习观察力 我有一个小小的技能 叫魔方墙找茬 魔方墙找茬顾名思义 就是像两堵 看起来很像是用魔方拼成的墙 然后里面会有成百至上千个小色块 但可能只有一处 或者多处小小细微的不同 就跟来找茬一样 但是看起来却非常的困难 而我们亲戒是能够在一分钟之内 甚至更短的时间内迅速找到 大概就50x50 或者是80x80这样的 这样大面积的魔方墙的不同区别 这到底是怎样的神乎奇迹 咱们现场敢不敢挑战一下 敢 请看大屏幕 接下来给他一分钟的时间 让他找出其中的一个不同的色块 万里挑一 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 3 2 1 计时 开始 我们看看你用时多久 这个对于普通人来说怎么找 我天哪 找到了 找到了 在哪儿 我看见的答案在最后一排的中间的位置 然后是白白绿绿红 然后这边是白白绿黄红 所以是黄色和绿色是不一样的 来 我们看一下正确答案 了不起 刚才的神乎奇迹的挑战 用时21秒钟 只用21秒就找到了这个不同 这还是很厉害的 但是在我们这个舞台 你光有脑力 这未必能取胜 我看你这小身板你够呛 你可是小瞧我们欠借了 小瞧我们欠借了 你介绍一下 我们欠借他曾经是乒乓球 在初高中可是获得了势力的比赛 冠军亚军的一种成绩 包括他也很擅长 网球等多项运动的 那体能相当可以了 对于后面的比赛应该是很有信心的 对不对 那如果最终取得比赛胜利 这个拿到祝梦基金怎么用呢 我们两个希望 祝梦基金用在我们两个明年 或者是后年的 世界脑力紧标赛决赛场 因为我之前是参加过 世界脑力紧标赛嘛 后来我才认识了倩倩 然后倩倩她表示 对这个比赛非常感兴趣 我也算是她半个老师 所以我想是有机会 带着她一起去到 那个世界的赛场上去看一看 来 倩倩给我们带来一段 挑战宣言 你们拼尽全力的输 我赢的才有意义 我也会拼尽全力 为了无限之星 加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